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没问题啊 因为我要生活嘛 对不对 写稿为生 我跟显华爸写了蛮长时间的稿子 但是我就知道这个报纸是森林三时候开始创办的 但是现在森林三今年马上就是诞生 不是诞生了 去世都95周年了 但是对于他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 这些年来 学学界都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议 我相信你应该比较清楚吧 在香港是不是也接受了这样一些人呢 孙中山是半个香港人 他早期的学香港的这个西医 也是香港大学的前身 这个中山县跟香港 彼此地理距离很近 他是通过香港然后到檀香山 然后到美国 然后到日本 见识了这个西洋东洋 这个文明见识以后 深有灵感 这个孙中山当然 他身为一个医生 而且他有相当的旧学的根底 他那个三民主义建国方略 我认为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 尤其是这个三民主义 这个人权 民权 民族 这个 这个民权主义 民族主义 这个两样 他都有这个 相互相承 所以他既 那个 既成了 这个中国传统儒家的这个伦理的精神 也吸收了 这个西方 华盛顿 代表的这种共和思想 但是这个孙中山 有一步做错了 就是他一步登天 他应该 深思熟累 中国2000年这个地质一下子推翻 就搞成美国跟法国那样的共和 那是一步登天 很难的 当中出为什么出了个袁世凯 袁世凯为什么要做皇帝 他做这个皇帝实际上 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 我认为孙中山的最大的错误 是为中国选择了共和制 还不是君主立宪 他应该参考日本的明治维新 参考英国的制度 甚至泰国 这个制度 比较适合中国人 这个 文化习惯的 还是要给他保留一个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是象征式的皇帝 而不是有实权的皇帝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跟这个溥仪啊 就谈得再强细一些 你不必搬回老家 你一直生生世世留在北京 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也永远是皇帝 啊 那么然后呢你把权力交出来 实行个内阁制 那个时候 这个中国我想就有一个 对于那些万千渔民啊 那些什么农民啊 这些 住的太远了 那个地方他都不知道北平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找总是要找皇帝 中国人的基因里头啊 这个要个帝皇崇拜 这个尾巴是很难剪掉 你看今天 不就是恢复帝制 比起一百年前 孙中山那个 革命 我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是白革了 完全浪费时间 完全是 那些什么 王花岗烈士啊什么 完全是白牺牲的 啊 啊 当然他运气也不好 61岁就这个肝癌就死了 死的正不是时候 而且他在晚年受到苏联的蛊惑 什么联俄融共 当然这里头也有他的原因 因为他本来拿日本人的钱 后来日本人不信任他了 不信任他这个资金来源有问题 那个时候那个 列宁啊 跟那个苏联啊 就说我可以给你 所以那个时候他 并不是有太多的选择 他这个联俄融共呢 其实也有点原则 他并不是要跟国共合并 他要你共产党 以个人身份入党以后 还是要遵守这个三民主义 或者是国民党的原则 但是他死的太早 后来的那一段历史就被共产党完全篡改 就让你们以为啊 这孙中现在晚年接受了共产主义是出路之一 所以这个有联俄融共啊 后来就被这共产党就钻这个空子以后 当然成王败后就乱 乱写历史 所以呢这个民族民生民权这个三民主义 我认为是最适合中国 尤其中华民国的五院制 比美国的三院制更 更多了两院 一个什么监察院 一个是考试院 为什么要监察院 现在好像台湾也说 是不是多了两个月 多了两个月是因为他自己操作 因为这个台湾小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顾及整个中国大陆960万平方公里 必须要监察院 因为贪污是中国官残的基因 你没有监察院就等于没有香港后来的廉政公署 如果你今天中共有一个监察院 而且有党外人士 来做这个院长 大陆的官残这个贪污腐败 不至于今天的不可 一发不可收拾 再加上一个考试院 因为中国2000年 1400年考这个科举的传统 刚才您都说 帝王将相 您有总户 万官加下品 唯有读书高 山西陕西的老农 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读书 将来考个公民 所以这个考试院也是来监察 这个考试不能作弊 所以我认为这个五院制 三民主义加五院制 孙中山那个时候提出来是相当成熟的 一套治国的方略 但是他的结构他搞错了 他不能搞共和制 他应该搞君主立宪 结果真是中国的国运不好 如果孙中山能够活多活10年 后来我们蒋先生也不会这么辛苦 后来再加上这个日本人在最坏的时机 做了最错误的事情 就是在1931年 就是在1931年侵略中国 然后 这个 船面进占华北 然后你轰炸就轰炸 这个上海跟重庆 延安你一颗炸弹都没放 这个所以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日本有很根本的责任 所以当然这个是另话就说来话长了 对不对 对 但是您刚才讲了一句话 白命白改了 但是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这个激进的革命 恰恰是在孙中山时候 所奠定下来的 如果没有孙中山就后面的激进革命 可能在中国还未必有深层的基础 当然成也孙中山 败也孙中山 孙中山的贡献 当然也非常大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是 当然这个他前半部 说得非常的出色 但是后半部呢 就是说也不管是他自己的 判断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他太劳累 主要是中国国运不好 今天你看这帮人 他们有很多时候 是说 去说 估论人 决定是 他说 許美先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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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想到 他说 不過在現在這個時候啊 這個陶先生你人在位啊 您一定要保重保重啊 謝謝謝謝 您是我們的這個 關注裡面最盼望的一個主講人 不過我們從下個星期開始 我們也在家裡上班了 那麼這個下一次聯姓的時候 可能在家裡跟你聯姓 不過最好還是我們恢復上班了 您要多多保重 尤其是你們和平大師 其實是海外華人的一個言論燈塔 這個何種的思想 是海外華人的子路名燈 對不對 您這樣是燒烤我 誰都能倒 誰都能倒何種不能倒 所以您也要保重 好您保障保障保障 再見